我是一個孔傑 我來自美國 美國西南部就是這樣陽光�灘烂 經營兩家餐廳 第一個菜 你現在烤玉米飯 烤玉米飯 這個很好玩 我有十五年的烤鱉的經驗 我非常熱愛音樂 想要飛飛飛啊飛不敢 關鍵是我會做正宗的美式墨西哥菜 我們達明路是第一家店了 然後我們現在是第二家店 藤山萬大陣 這邊做了一個美國西南部的那種沙漠的感覺 一進門就會被明黃色的大門 還有一株仙人掌所吸引 從外面看整個店不是很大 但是進來之後 你會發現別有洞天有三層 而且每一層的風格 都是偏美式的裝修 很陽光的感覺 我們這家店除了風格的變化以外 我們菜品有增加很多不同的選擇 Taco就是那個小餅皮 然後裡面有一些肉啊菜啊醬啊 可以捲在一起 很多特色是在我們醬汁烤肉 我們這家店是有一個美式燒烤爐 我們的美式的燒烤 比較講究原汁原味 我們就不會原汁很重的 烤的時候我們就是要 它那種肉的原味 還有那種煙燻的那種烤味 對於喜歡吃肉的朋友來講 看到這樣的一大份上來 我開心哦 對太滿足了 我們有增加我們自己一些特色 我們增加了烤蘑菇 雲南小瓜 然後這些蔬菜我們就是 可以跟那個烤肉捲在一起 好棒 這是一道呢非常讓人滿足的美食 各種的醬料各種的蔬菜 還有呢各種的肉呢 混合在一起的那種滋味 所以你是抵擋不了的 吸引我的不僅僅有美食 而且呢還有特色的成績 我們這盤子就是 最設計找工廠給我們發磨 所以它每一個就是 有我的手印在這裡 我的痕跡 其實陶藝對我們說非常有意義 因為我跟我老婆談戀愛的時候 我們是因為一起做陶藝的時候認識 這家店就是呈現 我們兩個人的這個愛情故事啊 我們決定要這個電腦一個陶藝主題 然後跟實際師溝通 他說那就是最好要一個陶藝牆嘛 我們說好 那這個可以做成一個活動 跟粉絲一起互動的一個事情 痕跡這個主題 就是我自己做陶藝的時候 特別會關注到它的激勵效果 它的那個質感 然後它的那個小小的痕跡 所以說這個陶藝牆的這個主題 就是延伸我自己對陶藝的一些想法 在開店的過程中 你覺得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 都很順利嗎 沒有都很辛苦 一直在研發新品啊 然後開新店啊 做市場調查 做那個做營銷的活動 一開始就是要自己做的 所以我最早跟老婆做非常非常辛苦的 現在已經開始慢慢好了 我們有一個小團隊 所以慢慢開始上過一道 可是我們還想往前走 我喜歡有一些新的挑戰 有一些新的puzzles 所以說我這不能抱怨啊 這種辛苦是製造的 我做這個事情 還是很多朋友過來支持 很認可我 就非常感動的